因为我今天要去见一个我特别喜欢的品牌的李氏 如果出门的话会带这种进来去装网 晚上睡觉的时候大家一定不要带 白天如果带到它的话还蛮小种的 不是广告 在韩国各式各样的都买过 但没有一款就是说特别好用的那种 如果有发现的话我会告诉大家 1米8的男生也可以穿直刚好 我就不到160的身高 它肯定会很大呀很长啊对吧 然后我要去弄头发 这个镜子是我接的一个海外的广 确实特别好用 他们家的这个我之前那个粉色的卷发棒 我不知道大家记得不 我已经用了有五六年了吧 放到二手平台再买 因为我已经不需要他们两个了 没有开关提上去 这就变成一个卷发棒了 对是这个牌子的 这样子这里也会卷一下 然后和二为一真的超级好用 出门就不用带两个了 简单的这样弄一下之后呢 因为我最近一直在做激光去斑 所以要用可以抑制黑色素的成品 但我不知道这个好不好用 有没有用啊 我用一段时间再给大家反馈一下 防晒太重要了 出门一定要用好防晒 然后这个我是在那个泰国买的防晒霜 质地非常非常好 特别的水 水到它都不像一个防晒霜一样 因为我知道有很多品牌的防晒霜 它是根本没有防晒的能力的 我有点担心 真的就很怀疑它这个到底有没有防晒的功效 如果懂的小宝宝可以告诉我 SPF5是四个加 PA是四个加 然后就是一只宝子们都在问我的cushion 是四亲夫的 但是他们家这个已经停产了 今天呢我刚好跟他们的理事约了个饭 我就要去问问他 估计我不是打了水光吗 打了水光之后呢 我会有更多的 有更多可以选择的产品了 OK 我跟大家说啊 这个头发做与不做差距还是挺大的 你虽然你不要看它是随便的这么夹了两下 但是这种 做完之后 头发可能会是更顺滑一点 然后有这样的一个弧度在吗 有这样的一个弧度在吗 所以会给你的人这种精致度是不一样的 嗯 你孩子不能懒 这个是芒果薄荷 怎么说呢 它刚喷是不好闻的 但它过了一段时间之后 它的中调和后调简直就是 哎 有那种非常可爱的 清新的小女生的那种香水 就特别适合夏天的时候喷 今天我有点懒 就不换眼妆了 就这样子了 等会再看一下补一下吧 换一个衣服吃得蛮烙的 他们说这个刚开 这个我买了好多挺 蛮好用的 它这还有这个痘痘贴 哇 对吗 就是 一月就有一个 一月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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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月就要 我先生有一个问题 是 这些为什么会更多的 为什么会更多的 是 啊 这些东西 我还需要更多的 我现在还要做这个 我还要做这个 对 我去公司的时候 我会更多的推荐 知道了 知道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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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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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到了好多